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老师 为您带来的刀腾直播比赛解说 大家继续看老飞羊对战 Liquid的第三场 真中杯 莫斯科联赛第二赛季的 小组赛 小组赛的比赛 那么这个是 由于小组赛采取的是 BO3的一个积分赛 不是BO2的积分赛 所以这个比赛还是要 决出一个胜负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老飞羊对战Liquid的双方 这场比赛最后一个 最后场场比赛的一个BP 那么老飞羊这场比赛 是拿出了一个中单的DP 仍然是给阿福去拿了一个大牛 那么对方还是扳掉了 这个夜魔这个点 在三四手扳掉的是 小组筒的蝙蝠和一个宙斯 上场比赛这个发挥超成的宙斯 而Liquid的这场比赛 则是在第二手 就果断的掏出了卡尔 还是在一手抢了海民 三四手拿出的是 小鹿和人马 那么老飞羊是放了一个 土毛 不对 老飞羊这场比赛这个阵红好奇怪 这个土毛谁去用啊 好像是阿福的土猫 然后三号位给小舒童去打一个大牛 因为阿福这个选手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东南亚绝活土猫 非常强的一个选手 蚂蚁肯定是莫拉的 这个不用问 因为莫拉的蚂蚁也是打的比较有名的一个英雄 中单的包子的DP也算是比较有他风格的一种点 就是包子他特别适合打这种中单 肉盾战装推打型的这种中单 像什么龙骑啊 死亡先知啊等等 包括电棍啊等等 这类英雄都是他比较擅长的 看看利亏的最后一手 双方在最后一手的BP方面选择的是扳掉了两个大哥位 因为都是差一个大哥位 利亏的最后一手 这个男人想的时间也是很长啊 我刚才说东南亚多产天才少年天才辅助 大叔成不及吗 东南亚的比赛 虽然是我做直播比赛解说的年头并不长 一年多不到两年 但是确实看比赛说的比较多 再加上对于比赛东南亚过去的这些东南亚出名的选手 以辅助为主 东南亚在一二号位上面出名的选手非常非常的少 这两年涌现出来一些 但还是以辅助为主 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利盔的是拿出了一个敌法师 马图巴曼的一个敌法 三号位的一个人马 小鹿 这一只的小鹿加上格尔烟的海民 这场比赛的前期中路这个死亡先制的压力会比较大 三号位的大牛 上古巨神这个英雄用来打三号位 其实和宙斯一样 腿短容易死 有很多观众说表示说这个Miracle的卡尔就是放他这个卡尔 其实大家应该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场比赛Miracle的卡尔强 这个不假 我承认他的这个卡尔很强 但是他的卡尔真的还没有强到说一个人可以去扭转局势的这个能力 如果一定要说卡尔这个英雄在有了装备以后 中国的像SCC的卡尔 Miracle的卡尔 包括还有Shade的这个卡尔 也就是CDC的那个中单 Shade的卡尔 我觉得在有装备以后都不比Miracle的卡尔差 他的卡尔其实出名 或者说他的卡尔在比赛当中能够表现出来这种异于常人的实力 我个人感觉已经没有当年的统治力了 当年的这个统治力包括像这个W33 现在他的卡尔在拿到装备以后一样是很强的 因为在这种顶级中单手里 卡尔只要中前期没有被压穿 然后对方的这个节奏没有起的那么快 马上把那个推掉 有了装备以后 任何一个顶级中单的卡尔都很厉害 阿福 阿福这个地方暴露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但是呢 他这个暴露位置有点故意欺骗对方的感觉 其实他的眼是放在了这个位置 但是他故意把自己的人放在这儿 被对方破误以后 马上假装然后被对方发现滚走 那成功的是欺骗对方的这个 认为他的眼是放在了这儿 刚才你能够明显看得到 就是卡尔有好几个蓝色的汕号 都是打在了这个点上 但实际他的眼是放在这儿 对方如果鸡贼一点的话 可以把真眼摆在这儿 真眼摆在这个地方的话 正好可以覆盖这个眼位和这个高条的眼位 但是如果你摆在那儿的话 高条看不见 果然被骗了 果然是被骗了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眼位就要被对方给判断一下了 这里刚一上来阿福的这个土猫还是动了点心眼 哎呦温叔说卡尔被削惨了 卡尔被削惨了 我没觉得呀 并没有觉得卡尔什么地方被削了 卡尔这么多年 这个各种版本的变迁 其实整体来说卡尔是 我个人感觉 从这个英雄诞生之旨起到现在为止 加强的最多的一个英雄 他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被削弱 阿福刚开始去欺骗对方的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出色 这样我还骗了对方的一个一百块钱的真眼 这个对于前期的酱油来说 这一百块钱跟要命一样 只能是等工资 一分多钟的工资就没了 像卡尔这个英雄以前五级之前没技能 到然后呢 这个属性极其烂 后来被变成了这个 这个大招的等级 一个版本比一个版本提前 给土猫滚过来以后 这瞄着可口可以开始输出 这个可口可以还真有可能要被追死 因为这个三号位的大牛 再加上属性以后太强了 这里一个大药贴出来以后 那么这里表示卡了 像他们卡的时候赶紧吃一个丸子 要不然有点饿 再加上属性以后 就之所以对卡尔这个英雄 我经常喜欢多说两句的原因 其实还是源于自己 用卡尔确实比较多 尤其是Dota1那个年代 Dota1那个年代 我的卡尔是 那个Dota1的时候 11平台不是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你能用某一个英雄的击杀术吗 当时我记得 我最早的梦想是 这个卡尔达成千人斩 我就不玩了 后来发现 没用多长时间达成了千人斩 达成千人斩以后来 我就想我能不能达成一个万人斩 然后再打杀到九千多人的时候吧 卡尔这个杀到九千多人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 后来就是转头Dota2 然后Dota1就再也没玩了 因为那个时候Dota1的版本 那Dota2版本差的实在太远了 后来就没有继续玩了 也是比较可惜 那个梦想也是没有能够实现 我忘了是杀了九千三还是九千四了 好像是九千三百多人 我记得那个卡尔杀的人 趁着这个比赛 间接期赶紧再多吃两口 我靠 开始了 赶紧把这口饭咽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里直接可不可以 能让TP那留不住了 这个土猫滚出来以后 被对方这个敌把是砍了三刀 这个蓝 这还不应该过来接着砍 这差点单杀完成一波 这个小路招了一个大熊过来 还真是帮了不少忙 差点形成一波单杀 包子这个位置的吸血已经没有了 要跟对方的卡尔硬拼吧 招出来有火人 有火人的时候还是不要轻易硬拼 这个肩价还是比较难受的 直播现在他们这个观众好惨 全屏打不了汉字 本来想说句英语还超字数 看一下这个位置死了 这个DP完全跑不了 对方海民加上小路的组合 对于中路的游走太强 真的是太强了 有一点 这场比赛中路的包子的压力会很大 老富翔这场比赛 如果不在中路去做些文章的话 是很难去把这些比赛给hold住了 而这场比赛 他们其实中路做文章的能力又比较弱 因为对方小路这个英雄在前期 最起码你的英雄达到六级之前 小路一个人可以顶两个半英雄 顶三个可能有点难 但是顶两个半没问题 你前期招一个大熊招一个网怪 或者招个萨特这种东西都比一个英雄要厉害 这两个怪送的有点没必要了 有关注问右上角的一个换行是捕捉嘴部动作吗 他捕捉我脸部的所有动作 这个鸡 这个鸡又被杀了 阿福这个杀鸡狂魔 我这边刚看了眼弹幕他就把鸡给杀了 这一波DP要死 单杀了 配合这个小路的一个飓风 直接完成一波单杀 看看下路这里 大牛已经空狼了 空狼空血了 空狼半血多一点 现在马图王拿这个大牛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你这不要再打了吧 脸封住 雪球滚一下 海鸣赶过来以后可以杀一下 这里滚过来 这个Crokey 这个人头K的 土豹这里滚到中路以后呢 去发育一波自己在中路 这场比赛现在补刀方面DP已经是被卡尔给完爆了 这个没办法 中路 这个反补 这个丧心病狂的卡尔 连一个召唤生物都不带给的 这都反补掉 下路大牛 这个地方又是有一点点危险 赶紧往回撤一下 对方 这个好在 截住的这个位置周围没有其他的东西 能够挡住这个大牛 反正这里控制一下自己这个灵魂 多去撞几个单位 再去野区这边撞一下 回来以后可以给自己加上更多的攻击力 你看这回来我直接177 直接加了177的攻 你瞧这一下 这里再给张一个C再回来一下 这对方海明变一个雪球 这个小如同这打的太拼了 在下路 差一点1v2的情况下 把对方海明给弄死 刚才如果这个毒球持续的时间 再长一点的话 这个Krogi就去了 阿福这一赶到下路以后 一脚石头 踢中 nice 对方是躲了一下这个石头 但是没有躲开 上路这没什么剧情可言 下路 马脱慢慢把对方的蓝砍光了以后呢 也就没有其他的输出了 毕竟现在没有刀6没有大 现在从初期的一个对线来看的话 老飞昂现在是全面烈士 海明过来一个冰墙 这个冰墙放的有点问题 冰墙这里正好把对方给隔开了 小叔同的这个大牛这场比赛 如果一直在下路就是以现在的这个姿态 去在下路战线的话 对方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因为不停的要有人过来去帮 他一直在下路 就是打到这种情况下 他还在一直在下路很拼的去压制 对方的这个敌法师 还是为了去给自己的中路的压力 缓解一点 尽量吸引对方的将有效来下路 去帮一帮忙 但是己方这个阵容 由于前期土猫在游走的过程当中 跟对方小鹿的这些召唤生物和海明相比的话 这个能力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这里一脚石头提鱼 给上吸血 萨尔这里有问题撇射 看回来给立场 对方海明 哎这个海明带着卡尔滚了一下 但是两个人都被框住了 这卡尔立了一个冰墙以后 还是被一个风拳直接带走 这一波土猫真的是尽力了 Krogi一个人过来救卡尔的话 嗯他也没办法 这个地方他确实也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他只能带着卡尔滚一下 尝试躲开对方的这个立场 但是没有成功 DP通过这一波的击杀 还是把自己的轻气超 应该是追回来了一些 不过补刀方面的差距还是略大 有点略大 这场比赛在下路 这个小吃铜的大牛一看就是没少练 你看他每一次把这个心理游魂扔出去以后 都是尽可能的去多的去撞这些单位 然后撞对方的英雄 利用夹出来的这个攻击力 来去压制对方 敌法师的一个补刀和血量 不过敌法师现在身上已经有了一个治疗指环 加回复戒指 这个回血的速度 将近10点秒回 这个大牛也真的是没办法 压不住了已经 敌法师现在压不住的话 看看能不能确保自己大哥无解肥吧 这里莫奈过来追一波 麦controller的人马 人马这里过来吃一把圣坛 赶紧把自己身上的一个蝗虫给打掉 蒸落对于卡尔又是一波进攻 漂亮 萨尔加上DP的一波进攻 对方的卡尔并没有去切隐身 因为看到对方身上是有针眼的 切一个隐身出来的话还给自己减速 没有必要 有关中文大牛的这个加工是怎么计算的 大牛的这个星体游魂是根据 你这个星体游魂出去撞到的单位的数量 还有单位的性质 英雄的加的攻比较高一些 普通单位少一些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上限 就是说你能撞到多少人 他就能给你加到多少攻击力 这个没有上限 蚂蚁这里开一个大招 躲一下对方这个塔造成的伤害 规避一下这个塔造成的伤害 我没说真眼减速 咱们有观众说这个减速 我说的减速是因为现在卡尔的雷等级还很低 他这个时候切隐身 给切开一个隐身 自己移动速度 还是会被降低很多的 我并没有说真眼减速 马头漫漫看看有没有 有一个地磁之窝 一脚石道踢鱼 但是这个地磁之窝好像是提前放了 提前放了配合大牛给了一脚踩 不过这个迪法师这个回血真的太要命了 马头漫迪法师现在身上已经有了夹腿 加上一个各种回血 加群鬼断加上一个补刀斧 这个迪法师有给非常轻松的实践一个无伤打野 看看萨尔这里 对方的Mirko也没有尽快走 等一等你这个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卡尔很僵硬 这里被递回来了呀 迪回来立场给上 看看死亡先知的技能 给上一个吸血 土猫滚过来 对方是变了一个雪球 但是蚂蚁也支援到了战场 这个卡尔是跑的比较快 这一波没有能够追上 看了迪法师上来以后 准备是找DTC 卡尔一发天火 炸死 Nice Mirko这个地方这个天火给的位置还是相当完美 因为刚才DTC的逃生路线只有这一条路线 他往回走就是要被对方咬死 直接 那是现在的补刀 现在卡尔第一 迪法第二 蚂蚁第三 DP第四 大牛的补刀现在也上来了 经济方面 现在迪法师跟卡尔两个人是第一第二 DP和蚂蚁两个人是第三第四 跟第一集团差了大概500多的一个经济 这里递回来一个人马 但是这个位置有一点点近 DTC这里能不能有机会利用一个大招 框一下 没有框没有机会 人马刚才在上路放的一个大招 也是成功的掩护 Miracle卡尔撤退的一个点 Grogy的海民这场比赛是把海民这个英雄作为 插眼的动作应该是被看见了 他的这个海民的救人是能力显露无遗 这波有没有沉默 好像DP只 这个DP其实在面对卡尔的时候 一直没有生沉默这个点 我总感觉有一点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这个DP为什么还在往前走 这就算有大招在也不能这么拼吧 这你就你自己一个人 你真的要这么拼吗 这三个人一起上来 这给上一个吸血 被对方的冰墙 蓝一手卡尔一发天火 接人马一脚踩双人剑 敌法是一个大 这波包子这个DP好像是有点太拼了打的 他在看到自己的大牛被框在这个位置以后 出不去其实应该直接果断选择撤退了 这个波他没有走 等于是自己白白都送了一个人头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头送的其实没道理的 这样的话双方的这个经济差就拉的有点大了 尤其是对方这个敌法师目前处在一个近乎解肥的一个状态 小树桐的大牛这场比赛对于对方这个敌法师的骚扰不能说没有效果 但是也确实没有产生太大的一个阻碍对对方的发育 包子的DP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产生什么很好的一个节奏 因为现在目前对方的六个外塔都在推进的节奏还没有起来 土猫加上萨尔这两个英雄前期游走的话 配合几方线上的英雄击杀能力不强 其实如果他们两个人前期多去杀一下上人马的话 机会会多一些 萨尔这个英雄在对方的敌法师的等级 在他自己这个念皮士等级起来以后 杀敌法师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里面输出太弱了 刚刚这个阵容又是出现了跟第一场比赛同样的一个问题 输出不够 没有爆发的阵容 萨尔这个英雄是很尴尬的 看来在人马这波开大 敌法师冲上来减上速以后 包子直接回头给上一个吸血一个沉默 My control的人马跟不上来 这里网怪过来留一下包子土猫滚过来 一脚石道提云两个人 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人能够留 这里这也是一张踢片 这个走不掉了肯定 但是这一波的进攻 对于利快特来说还是比较亏的 人马开大主动进攻 被对方反流了一个小路 而蚂蚁这波根本就没有来到战场 还是在下路去带线 成功的把这个兵线带到了下二塔下 也可以看到这个蚂蚁的经济 现在还是没有继续被拉大 仍然距离第一集团是一个五六百左右的差距 这样比赛在比赛的一个节奏上面来看的话 目前老飞扬不太好找这个节奏 我看一下对这波对于卡尔这个卡尔的站位有点突浅 土猫滚中一脚石道提云 没有来直接躲 萨尔给上一个大招立场也是不省技能 反正杀你这个卡尔杀一波我就赚一波 卡尔这个人的复活时间要三十多秒 三十多秒对于现在的英雄来说的话 要被对方的一号位大哥追上来大概八百块钱左右 差不多要追上七到八百块钱 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GPM大概都是在四百三百大几到四百左右 两边的大哥 就拉回来一个成果 萨尔给立场 蚂蚁过来给输出 一个合击就能死 卡尔的经济在这波被击杀以后 应该会被这个蚂蚁破进到三百以内的这个差距 因为这个卡尔活了以后 他还需要再去找地方出去刷钱 一张TP也飞出来再浪费了五十 你可以看到现在他距离这个蚂蚁的经济就已经只有三百 只有三百块了 这波中路的伊塔如果能被这个蚂蚁拿掉的话 蚂蚁的经济可以反超这个卡 这个卡还是被DP拿到了 大牛这条财很关键 这个大招 Miracle没中 反引在哪 反引在哪 先不管反引DP在这里 哦呦敌法师这个大 敌法师这个大没起什么作用 漂亮 Growgey的海蜜这还在跑一脚石头拉回来 直接击杀 但是这个时候上路的Miracle 这个Miracle的人马 这个人马什么意思 土猫 没蓝 这个TP坐下来没蓝 他应该是想用骨灰把对方烫死 他应该是想把对方烫死 Miracle这个位置是藏在这个树林下面 等到自己的蓝量够了以后 选择的是一张TP 直接回家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没有找到这个人马 这波少杀了一个人马 但是你看这个经济 摩尔的星际现在已经是反超了 没有口 而距离对方的这个 敌法师的经济的差距也只有200 100多钱了 这里卡尔又是点了个金 一看就是 一看就是点了个金 这个经济突然跑了那么多 人马这个位置是马上要跳刀 节奏点现在是从 逐渐的在从这个海民和小鹿的节奏点 往人马的节奏点去转 游戏大概进行到16分钟的时候 是这个Liquid的人马跳刀第一波节奏 看一下人马现在还差一点点钱 钱已经够了 钱已经够了 但是他现在需要买一个雾 然后等一个能够跟自己配合开雾的队友 看看这个眼能不能侦察到对方这波雾吧 这波雾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人马这个条刀再运 运过来以后看看这一波 15分半跳踩空了 萨尔在哪 萨尔在哪 萨尔离的位置有点远 这波应该是留不住人了感觉 这好像能追上对方的一个人马 这里递回来以后 蚂蚁接着给叔叔 直接拉回来一个承诺 这波人马跳踏第一波 果然是黑了 这个人马跳踏第一波 为什么不开悟出来打 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不开悟直接冲出来这么打 第一脚跳崽空了 暴露了自己跳刀 而且在这个时间也没有能够对对方形成击杀 卡尔这个位 你看卡尔这个位置 卡尔又自己跑到这么危险的一个位置 反应在哪 撒一个粉看到一脚石头 我去石头也空了 蚂蚁追过来 蝗虫给上 蝗虫中了的话 这个Miracle不好跑了 有没有冰墙 回到时候切一发吹风 但身上这个蝗虫一直在咬 萨尔也跟到战场 第一回来以后 Miracle肯定是要死 小鹿这个位置给了一个电 但是萨尔的这个恶念皮士是给了卡尔 你看又是卡尔自己一个人到这个位置来 你一个人到这个位置来 推你的队友在旁边蹲你的 在这有个小鹿 这有啥用 人马是后来赶过来的 这波Miracle的这个波被击杀了以后 这经济还是拉不开 前期他们积累的优势 现在已经完全被老白羊给翻过来了 就看这个卡尔在自己的装备成型以后 能不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得更好一点 卡尔现在还在家里边去独秒 敌法师现在的装备呢 原本这个敌法师应该是一个 十 应该是一个十四分钟狂战的敌法 这场比赛硬生生被拖到了一个十七分钟 十七分钟假腿狂战 但是这个速度仍然是可以接受 因为他身上其实还有一个夹腿 加上回复戒指 可以接受的一个速度 而且接下来这段时间 他的刷钱应该说还是比较顺的可以 因为对方没有太多的人 现在能够对他这个刷野造成足够大的一个威胁 要来的话想杀这个敌法师 现在萨尔要在 蚂蚁要在 DP要在 但是你这三个人同时在往这个地图上消失的话 想要去杀这个敌法师 对方应该是会有所查 有所警觉的 大牛这个地方在上路 我去大牛这里确实没死 我还说大牛这波死定了 这个敌法师 看看这波开悟的时间还有多久 还有一半的时间 敌法师应该快要去 在线上要快漏了 这里还没有选择漏线 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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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DP这个位置先漏了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这一张TP 阿福 阿福这也没有找到对方 这条石头踢的这个大概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对方这个敌法师 对方已经是TP回家了 呃 这一波的游走失败呢 对于敌法师来说基本上没什么损失 因为他一张TP选择是飞到了自己家的圣坛 上路的圣坛以后呢 可以继续去刷两波野 然后刷一波远古 刷完了这些以后中路的线过来以后是卡尔给收了 游戏的时间目前是40秒 这个敌法师可以去对方家里刷一波野吧 切了一个假腿 应该是可以考虑等一下这个野怪刷新在这个地方 因为10秒钟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 在这个地方等一等野怪刷新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祭品赶紧做出来 立刻一张比赛要采取一个带线的措施了 这个敌法师在这个时候选择是自己撤了 没有继续打野 因为地团人看不见对方的人 看不到对方的人也是没有选择去硬上 这波是莫奈的蚂蚁加上DP两个人进去打盾 对方在这个位置卡尔地发天火 两个人分担了一下 还好这个伤害可以接受 萨尔的站位一定要注意 不要第一时间被对方找到 这个打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DP的这个大招全都打在一个点身上 这个输入比输入还是比较高的 看看海明 卡尔的一个吹风 磁暴土猫一脚石道踢中 看看这个卡尔 看看这个肉山的血量 人马这块有点尴尬 萨尔地厂加匡大 对方的人马和海明两个人自己送进来了 完美 打到了一波盾以后 拿到了一波双杀 肉山盾也是被DP拿到手里面 而且莫奈又是追死了对方一个小路 这一波团战完美 直接完成了一波零换三加拿到了肉山 而且是拿到了肉山盾 杀到肉山拿到了肉山盾 这波团战完美 另外就是这波团战 对于老肺炎来说 对方切入的这个时机也是刚刚好 DP打完这波团战的大招刚好结束 一秒钟都没浪费 倒退 呃 话说这一届比赛 珍珠杯的这个比赛 我还真忘了 一共有几只中国队了 看看这一个被对方躲开了自己的这一发 阿托斯以后这两个人 My Control应该还是可以撤一下 好像就这两只 好像是就一个IG一个奥飞昂这两个队伍 战法就有点强了 My Control这个地方居然还是被他们找到了 卡尔一发天火土猫一脚石头漂亮 没死这个阿托 老嘴昨天还很累解说老飞翁2比0OG我也解说了 但是为什么要很累呢 萨尔没有递回来的一个机会 对方这里切一发隐身撒了一个粉 Miracle这里中了一个粉以后 卡尔一发天火没有中 海明这里过来去追杀一下 DC这波被干死以后 卡尔是给了一个反向的陨石想跑 但是被这个蚂蚁一个伞尸留住以后 直接A死 对方的海明也直接选择了一张TP撤退 下路包子的这个DP 现在有点这个给上一个吸血以后 开大被对方网怪网一下 不过网怪的这个控制时间很短 CORK这个并没有能够截住 CORK这波人马开一个大招 被土猫留一下 还是被击杀掉了 这个DP加上蚂蚁两个人 下路对方的这个二塔也是直接高破 看看能不能上一波高啊 卡尔现在死了 20秒复活 这个DP的大招还有一半的时间 这个可以利用这个大招的时间来搞一些事情感觉 这里人马给一刀踩 给一个输出 这个小路赶紧往回撤啊 吸血呢 吸血呢 还是要交盾 没有交盾 直接把小路给秒了 哎 小路这波死了以后 这一路高地怎么感觉守不住啊 DP这个大招马上结束 但是回来以后满血 莫奈的输出现在对于这个防御塔 你离远点大兄弟 哎 你离远点 你跟那站着给塔加防是什么鬼啊 卡尔这个陨石加天火 莫奈这里开一个大 没死 莫奈这波没死 海明的一个冰墙 又是把对方这两个人 放在了这个高地上面 对方这两个给你拼了 这里吃一把圣弹 土猫一条石道 踢中 人马再给一个跳踩 加上一个双人剑 但是对方吃了一口魔伴 还没有死 DP这个时候空血空蓝 他身上有盾 莫奈这里身上挂了一个 给了一个骨灰以后 还在拼 被对方终于给干死了 DP这波站起来以后 敌法师赶到战场 这个boss死了 这个波跑不掉了 一个大招打出来 没打出来什么输出 那土猫是一个滚 加TP也直接回家 还行 这波虽然是死了 自己的两个大哥 加一个盾 但是对方的这个高地塔 被告破了 可惜他是没有逼 对方的买活 没有逼成对方的买活 但是对方的这个卡尔 被击杀了一次 又被击杀了一次 准确的说是 这波不算亏 拆掉对方的这个 下路高地塔 而且又在对方的高地上面 击杀了一次 对方的卡尔 这波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敌法师现在虽然是 拳掌第一的一个境界 但敌法师现在距离 自己能够去刚正面团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人马这一段跳踩 过来怼一波 上古巨神 卡尔接一发天火 终于是打死了 海明的一个大拳子 所有的技能都怼在了 这一根身上 萨尔的这个立场 加大招留住了 马赫巴曼 土猫一点石头 拉回来沉默有没有 拉回来一个沉默有没有 对方这个敌法师跑不掉了 435块 而且是给到了 莫奈的蚂蚁身上 竹在比赛被终结 立贵的这段时间 小鹿的装备 也是迟迟更不出来 靠谱的装备 那么距离自己的 这些输出成绩 还差得很远 海明现在身上 也只有一个密法 距离跳刀 还差700多块钱 对一个酱油来说 这700多块钱 有点难 米尔过的卡尔 现在经济排在 全场第三到第四的位置 跟DP两个人的经济一样 蚂蚁现在 比对方的这个 敌法师稍微少一点 这老肥羊就可以拆圣坛了 已经可以拆对方的圣坛了呀 美滋滋啊 刚才下路的这个高地啊 老肥羊这里有一个细节 还是可以再有提升的 就是土猫的位置 可以再靠后一点 因为防御塔 刚才明显你看 那个护甲加的太多了 如果土猫往后一点的话 这个防御塔的护甲 可以少三点 这样的话有可能 能更快的拆掉 没人到一脚石头 踢出来 给上一个伞尸 人马开一个大招 这里撒一个粉 还是被蚂蚁的连击 给带走了 战场的另外一侧 萨尔是被对方的 敌法师完成了一波三杀 这个有点没办法 萨尔在面对对方 这个敌法师 单独追自己的时候 唯一能够逃生的方法 就是原地立场加大招 然后开始往回跑 在这个自己的立场 加大招结束以后 对方的敌法师 不定格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果断给一个 或者提前给一个恶念撇士 这是唯一能逃掉的方法 否则的话肯定是要死 土猫刚才这一波的 击杀技能 基本上衔接的算是完美 对中路二塔高破 下路的圣坛高破 中路二塔高破 上路现在还一个塔都没有推 这个上路的两个塔 一推的话 双方的这个经济差 又会被拉开一些 当比赛卡尔现在是 飞鞋点金加一仗 三点装备 但是现在这个局势 它好像有点开水不住 然后突然间 我这边莫名其妙的砍了 这个比赛 为什么突然间莫名其妙的砍呢 这个点不讲道理了 先看一下这个证明的 然后DC被秒 但是原来Ctrl的人马 是站在这个立场 加大招里面出不去 也是直接被秒掉 这个比赛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卡 这个好像是 好像是比赛服器 这个路向服器出问题了 瓦头漫漫 这波沉默之后 给输出 Nice 老飞翔这波对于对方 敌法的这个击杀 也是让敌法无路可逃 身上还有一个阿托斯 阿托斯缠住以后 布林格是放不出来的 看一下这里 大牛的一个推推 还是没有躲掉 对方卡尔陨石 加瓷暴 加急冷 这里 这个大牛临死之前 给上一发阿托斯 土猫一脚石头过来以后 发现没中 赶紧撤队 这阿托这一波 还是很冷静的 敌法师的经济 现在在有狂战斧的情况下 很早做出来 狂战斧的情况下 也是没有能够 把这个节奏带得很快 自己的刷钱节奏 其实现在很差 27分钟 只有一万两千 七的经济的一个敌法师 已经算是很穷了 跟Burning的敌法师 比起来 这个就差距太大了 Burning敌法师 在刷钱的节奏上面 绝对比这个 这场比赛 马桶的这个敌法师 要稳得很多 这场比赛 其实敌法师 有点恶性循环 他一直刷不到钱 一直做不出来 自己的这个分身斧 然后呢 一直被对方抓 一直不能用分身斧 去解沉默 就一直要被杀 这个形成诱应循环 这个就有点僵硬了 这场比赛目前28分钟 感觉好像老飞扬的比赛 最近看的真的是好看 你别说 老飞扬那个比赛 看的你不觉得无聊 28分钟的比赛 我说着感觉 已经像说了50分钟一样的 那个感觉 打的很激情 节奏带的飞起 直接海民在后排 是清了一波兵线 直接是一张TB回家了 你看老飞扬这帮人 你看老飞扬这帮人 他知道现在我没有 这个团战必胜的一个把握 所以我就拆你的外塔 我拆你的外塔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是会想 我是要守 还是要放 让我这两个大哥继续去刷 因为卡尔的成型 和敌法的成型 还需要很多钱 这两个英雄的成型装 就真正的意义上的成型装 少说了两万 但是现在距离这两万的经济 还差的比较远 就是一个人差一个大件 另外一个人差两大件 这样比赛里路三又开始 迷之这个严重的丢包 这个应该是刚刚服气的锅 这个锅一会儿应该就好了 这一只的小路是这样比赛 选择先做一个推推 然后去出大勋章 小路 先做推推其实挺无奈的 在这样比赛 因为自己的队友被对方充眼充大狠 没有推推的话 确实没法救人 这里一个真眼扑出来以后 蚂蚁往这跟一下 但是对方这个地方真假眼都有 这个蚂蚁还真的优着点 蚂蚁现在是魔龙枪加BKB 加上一个伞尸 对方这个假眼加上真眼 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蚂蚁的动向的 但是蚂蚁这里还是比较稳 反映这里一个冰封魔眼 是看了一下肉山 肉山现在已经刷新了 这个时候老飞翔要是想打盾的话 还是可以打 还是可以打 毕竟有一个DP的大 而且现在DP的大已经是三级大了 18级三级大 天赋方面选择的是 加了150的试法距离和12%的魔抗 蚂蚁的天赋方面选择的 没有加攻击力 而是加了属性和力量 这样的话就 人马这里开大 卡尔给上了一个天火 漂亮这波团战 立块的这个团战一上来 就是秒掉了DP和土猫两个点 敌法是在里面风光的输出 莫奈这里开启BKB 以后强行是抢到了盾 这波还是要死 这波浇盾 交盾以后看有没有买活 DP这波没有买活 买活过来以后也没有大 这里一招漂亮 这一招完美的踩 一个推推 出来以后 还是在风光的逃窜 下一个C已经有了 这里接着往回跑 对方在这个 反隐的工作上面 好像跟屎一样啊 这波你们还要追吗 这个大牛身上是有阿托斯的 这个要被留住的话 你们要出事的 我的大兄弟们 还好这一波确实 DP死了以后 没有足够多的输出 这要是DP没死 这么追 这肯定要是被反打的一波 大牛身上有阿托斯 有一个推推 萨尔刚才已经有了 问题撇释有风胀 这个萨尔就是大招 刚才提前的打住 三顿都是放了 没放了 这一波有可能 这四个人最少死三个 刚才那位 这被大牛的一个 完美CD踩中四个人以后 萨尔上来 铺一个立场加大招的话 这 酱油直接就死了 大哥被这个蚂蚁过来 直接A两下也差不多了 这波被先手了以后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看看奶酪应该是 Liquid的吧 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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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酪刚才没看见是谁的 也没看见是不是吃了 现在没有人摔上奶 我估计可能吃了 我没有看见 没有注意到 这场比赛这个 莫名其妙的又开始 突然间极其的一个卡顿 这个具体原因暂时不知道 暂时不知道 可能是我另外一台电脑的缘故 我把另外一台电脑关一下 老师像这个时候 直接是聚集了 自己所有的人 过来上这个对方 下路高地了 因为这个时候 两个BKB的时间还很长 而且DP有大 DP这个位置 被对方一个瓷暴 炸到以后没蓝了 萨尔是利用 风筝躲开了对方 这波输出 这个沉默给上 这个萨尔利场加大招 Miracle被秒 正面战场这里 GH的位置也有点过于突浅 Crokey也是死于非命 这波两个这个BKB开起来 加上大招的伤害 这个只有小路能买活 敌法师在中路 跟对方换这个高低建筑物 这波只有一个土猫回来了 这个土猫一脚石头 蚂蚁也是一张TP飞回来 正面战场这里 由于DP还有大招 所以正面战场还可以扛一下 没有塔防 这个要被换掉了吗 这个要被换掉了吗 这个BKB的敌法强行 换掉了对方中路高低的这个建筑物 这波留不住 这个敌法留不住 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DP是依靠着自己的 这个对方没有留人技能的情况下 一张TP飞回家里吧 这里大牛 大牛这个位置 推推 躲开对方 没有躲开对方 这里要踩 这里再挨一个双人剑 回头给上一发托斯 接着跑 对方追不上了 大牛的这个星体游魂回来以后 还是可以给自己加移速 小路也没有很明显的优势 在移速方面 这一波中路高低被破 还是有一点伤的 敌法师这波强行过来换塔 这个选择还是很正确的 因为正面战场 这个敌法师现在没用 这个敌法师出了一个BKB 其实最大的价值 也是在于跟对方换塔 而不是刚正面 刚正面 他这个BKB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唯一的价值应该是 先为针对一下对方 现在这个还没有A仗的萨尔 这场比赛稍微点卡顿 我们重新连一下 我们重新连一下 现在双方应该暂时不会接触 咱们重新连一下 希望这个能稍微好一点 应该不会打起来 看一下这波团 刚一连接了 好像是有点卡 看看这波团战双方接触了一下 好像是没打起来 没打起来 这怎么还更卡了 重新连一下为什么还更卡了 这丢包只有2 拼只有5 丢包只有2 只有1 你卡成这样 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 丢包跟拼都很低 为什么这卡成这样 不过还好 这波双方没有打起来 这波团战 看到这里一个 我刚才听见一个 额尼皮士的声音 但是好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萨尔没有选择加钱的天赋 也正常 因为这场比赛 对方的卡尔跟迪霸师这两个人 跑起路来都比较快 所以有一个 这个更远距离的额尾皮士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萨尔的立场加大招 又是定住了对方三个人 这波敌法开启BKB 到后排来出戳 但是被大牛大招给怼了 看下这里 敌法师把大招给到了一个 这个萨尔 身上萨尔风杖 给上一个立场 加上一个阿托斯 秀了一脸 再加上大牛的一个CT 给上沉默 这波敌法师被对方 萨尔给溜了 还有DDC这波提气啊 提气啊 就得用萨尔这么溜 他一个9000分的 敌法师 干的漂亮 正面的场我都不看了 我也得看他溜这个敌法师 这波团战真的 DDC这个表现简直完美啊 把对方最重要的一个 团战输出火力 还有切大哥的一个火力 给吸引到了整个战场的 最后方 而且成功利用自己的 风杖加力场 把这个敌法师留住 当敌法师再想跑的时候 两个阿托斯的价值 就体现出来了 这波中路的高地 看看怎么说 这里DP的大招还没有开 这里DP也把大招开出来 然后对方的敌法 有买活 敌法买活 来刚正面 这个时候老飞扬 是选择先撤一下 但是应该是有点不想走 因为DP这个大招刚开出来 这里萨尔的大招 也CD也撞好了 等一下兵线 DP大招持续时间还很长 给上一发骨灰 把这个状态回一下 这波打了一下 感觉不太好 对方所有人都已经活了 而且现在正面战场 其实领先的并没有那么多 也是选择先 即时的一波撤退 并没有跟对方 去硬钢这个正面 不要卡了呀 不要卡了呀 大兄弟们 这个卡顿的问题 这里只能给大家 这个视频观众 直播观众道个歉 没办法 这个铁卢宝的服务器 我真的已经 想尽了各种办法 迅游的国际端 对吧 网易的加速器 百度的加速器 都已经是我了 都不管用 都不管用 这个应该还是 比赛本身的一个问题 比赛官方的这个 观众 这比赛官方的这个 这个服务器估计被挤爆了 这场比赛 敌法师的经济在 38分钟 只有18000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拿出来 自己真正意义上的 很高 有效去限制对方的装备 这里不跟 赶紧撤 可我给这个位置 这个眼是 力快的 力快的还是想 依靠这个眼 去做些文章 看看 这个同战上来 直接找土猫 土猫 土猫 这个风杖 又秀了对方一脸 萨尔地场加 狂大 把对方的敌法师 这个 blink 给 敌法师的BKB 骗出来以后 这个时候 蚂蚁开始上去给输出 人马被留住 土猫的这个风杖 这一条石道贴 留住这一日的小路 这一日的小路 这波走不出去 一早C帖 滚过来 接着给输出 强行击杀 对方小路 这波又是 人马加小路 两个人被击杀 而且土猫哥 刚才这个时候 风杖 又是秀了对方一脸 这个土猫被对方 人马跳踩以后 在对方后续技能 前接大概也就只有 0.1到0.2秒的时间里面 把这个风杖给点出来了 滚回去吃了一发圣坛 把自己这个账态补满 又是继续在这个正面场上 去carry了一波 这场比赛 老飞羊这帮人 真的不是老飞羊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这个服务器 我也是挺服的 这团战的时候 卡的倒是可以 倒是不是特别严重 这个团战一打完了以后 开始卡 反应太慢了 这个人 看看DP的这个大招 CD已经赚好了 CD已经赚好了 来到正面场 身上霸着一发零本 有BKB 有零本 二这里吹风 磁暴 这里DP空蓝 DP空蓝 但是敌把师现在 没法上来给大 敌把师现在上来给大 直接就被灵魂给挡了 这一脚全到 萨尔立场家 大招留住 DP直接被秒 但是萨尔立场家 大招的位置不错 蚂蚁开始疯狂给出出 先点死对方的一个人马 开始给上一个推波 看看蚂蚁 蚂蚁再往后撤 萨尔这个疯胀 躲一下 大牛的大招 又是怼在了 马图巴曼的身上 马图巴曼好像走不出去 直接被捶死 这大牛再给上一脚CT 没有踩中对方的小鹿 小鹿这也推推 以后被风杖留住 土猫吹下来 以后再接上大牛的一个CT 大牛刚才好像是没踢出来 这一时间是把对方小鹿也追死 这样的话五人团灭 五人团灭 DP还没有死 这不是有人买活吗 DP是买活过来的好像 DP买活过来的 买活过来的 DP这里没有大招 你们这不是要直接拆基地吧 破两路啊 破两路再拆基地就行 对方现在五人团灭 老板这波团战 好可泣啊 这个卡顿 卡顿的这个问题 大家说我一定要想把我给他解决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下一场比赛更难受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 现在这个时间到了中国的 这个上网高峰期 可能本地的网络 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导致的 这个没有选择直接拆基地 而是选择把对方上路的 这个二塔高破 其实直接拆基地的话 感觉未尝不可啊 稳一点回来打盾也可以 拆掉对方两路高地 然后回来打盾 在对方没有办法去进行干扰的情况下 拿到这个肉山盾 加上奶酪 下一波团量的时候 一个DP加蚂蚁 一个带盾 一个带奶 对方应该还是守不住 因为买活现在他们也很成问题 利会的现在没有人能买活 敌法师的买活在cd 卡尔的买活是没钱 而且短时间内 他想刷出一千块钱 那好像有点困 老飞翔这边 其实可以直接去进攻了 过来吃一把圣坛 直接去推对方上路高地 所有人的大招 在这个时间都已经赚好了 DP的大招还有八秒钟 直接可以过来 去推对方上路高地 这样的话对方是打不出来买活钱的 老飞翔这一波过来 开悟被破掉了 而且开悟破悟这个位置很好 萨尔立场加大招 位置给的近乎完美 DP开大 第一时间开大 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 敌法师的这个BKP开出来以后 也是没办法在正面行程 有效的输出 这里小路第一时间被秒 人马也被带走了 这个DP开着大招往上追 对方的BKP都已经结束 一个阿托斯加沉默 对方敌法师开圣坛 但还是被抢秒 敌法师过来一个大 终于是干死了 嗅了他半天的这个萨尔 但是自己也是被对方黏住 根本走不掉 这里再一个blink直接走 只剩下一个地法师 对方打出GG 恭喜老肺杨2比1 拿下了Liquid 在昨天2比0干掉OG以后 今天又是2比1 打掉了Liquid这只墙鼻 那么今天也不枉费 咱们去看这个老肺杨的比赛 放弃到了IG的比赛 就是好像IG的比赛 那边都是血泵 各种血泵 所以是还好 还好选择听了这个 咱们更多观众的这个意见 选择看的是这个 老肺杨对战Liquid的比赛 那么在这张比赛结束以后 接下来给大家去直播的比赛 是VP对战 ODD那个战队 ODD的战队就是前DC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前雷鸟 就是中单是W33 1号位是Resolution那只队 我还有Misory这些人 这只队我觉得 也还是值得一看的 可能有很多人 没有投这张比赛 应该是因为 不知道这只队伍是什么来头 他们现在叫做ODD 就是之前打TI6亚军的那只队伍 好了这张比赛就给大家先做到这里吧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由VP对战ODD战队 这张比赛就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感谢观众的支持